第三個函數圖形我們來看 tangent 好了當然我們也是一樣把 tangent 先視為是一個函數 然後這個函數呢我們要先去找它的值域跟它的定義域 那這個值域的部分跟定義部分 其實我們在之前討論 tangent 特性有稍微提過了 這個 tangent 的情況跟那個我們的斜率一樣 我們的斜率是只要遇到90度 遇到270度 就通通不存在 我們說它沒有定義對不對 那這個 tangent 實際上也是一樣 我們只要碰到90度 270度 也就是2分之π 2分之3π的情況 那我們這個 tangent 就通通都沒有定義 所以這個 tangent 的範圍呢 你看我剛剛講的0度 我剛剛講的2分之π跟2分之3π 90度跟270度中間 實際上只有180度 所以這個周期函數呢 如果用周期的角度來看 這個 tangent 的周期跟 psi 可塞不同 si 可塞是從2π 0到2π之間可以當成是一個周期來看 但是如果是以 tangent 來說的話 你2分之π跟2分之3π之間 它只能夠 就是只有在這中間跑 那到2分之π跟2分之3π就不存在了 不存在之後呢 又要從另外一個區間開始看 所以它的周期只有短短的π 就是2分之3π-2分之π就是π 好 我們只有這麼短短的一個區間 那所以這個 tangent 基本上呢 我們如果先還是回過頭去考慮定義跟直義 這定義就比較麻煩 這定義的話就要扣掉所有 跟 2分之π 2分之3π有關的那一些函數 所以我現在這樣想 我有關的那些點 所以我現在就把這個 f of s 從 a 定到 r 為什麼是 r 我們之前講過說 它這個 tangent 的值會大會 b 進到無窮大 小會跑到負無窮大 所以這個 它的定義是整個時數 這絕對沒有 它的值域是整個時數沒有問題 但是會有問題的是 a 這個 a 指的是它定義域 所以定義域怎麼看呢 我們這個 a 就是 s 什麼樣的 s s 不能夠等於 2nπ 加 2分之π 然後 s 也不能等於 2nπ 再加 2分之3π 好 實際上是這樣 但我們有一個更好的寫法 你這個 2分之3π 270度 就是負的 90度 對不對 這兩個互為同界角 所以我還有一個更好的寫法 就是我直接除了寫 2分之3π之外 我還可以讓它直接就減掉 2分之π 減掉 2分之π的時候是負90度的概念 負90度就是 270度 好 所以我也可以這樣寫 然後 n 是任意的整數 所以 n 是任意的整數的情況下 這個 s 通通不能等於這樣的值 好 通通不能等於這樣的值 那這個 a 就是我們的定義域 那這個 tangent 的話 它的值是所有時數都有可能會發生 因為就看你 s 跟 y 之間的比例 所以我們的 r 就是值語 所以我們今天在畫圖的時候 也可以只考慮它的 2分之π 跟負2分之π之間的情況就行 好 所以我們如果大概的畫一下圖形 這一樣是 2分之ππ 2分之3π 2π 2分之5π 然後這邊是負2分之π 負π 負2分之3π 然後負2π 那畫 tangent 的時候比較麻煩 你要先做漸進線 實際上 tangent 會有無限多條漸進線 都出現在 s 等於 2分之π的情況 所以我先把漸進線畫出來 這綠色都是漸進線 好 綠色都是漸進線 好 我們就畫個大概這樣 然後真正的圖形呢 我們所有在 π 2π 還有負π 負2π的這個地方 好 那個 tangent 都會是零度 然後它越往 2分之π的地方就跑到無窮大 然後越往 負的2分之π的地方就跑到負無窮大 所以它圖形長這個樣子 好 這都是漸進線 然後不會靠近 但是都會很逼近這樣 就是不會完全重合 但是會非常靠近 這樣子 所以它有一端它會非常非常的靠近我們的負無窮大 然後另外一端它會非常非常靠近我們的正無窮大 就是這樣 所以整個紅色部分是 tangent 的圖形 但這個綠色部分指的是漸進線 所以你會發現 tangent 的圖形它有無限多組漸進線 那往後同學們實際上可以自己去驗證 我們去驗證 我們之前講漸進線的概念 如果你 S 讓它趨近到 2分之π的 tangent 的值 實際上這會跑到無窮大 好 因為它跑到無窮大 所以它是一條垂直漸進線 或是我們之前講的千錘漸進線 然後如果你去驗證 當我這個 S 跑到 好 我現在這個跑到這個 我是寫負的 因為我是從它的左極限來看 對不對 從這裡跑到這邊是這個點的左極限 那我如果從這個負二分之π的 右極限來看的話 它會跑到負無窮大 右極限 它會跑到負無窮大 就是因為有這些觀點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一個綠色的線 都是它的垂直漸進線 好 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好 所以往後同學們看到 tangin就要跟side跟cos 開始做一個區隔 因為side跟cos是很好的周期函數 它中間黏綿不斷 處處都是連續的 但是tangin不是 tangin會有一端跑到無窮大 一端跑到正無窮大 它不管是從周期 圖形的樣子 都跟我們之前講的side跟cos 很不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 稍微整理一下結果 我們tangin函數的性質 那第一個 我們就知道我們的 f of s 等於tangin 也是周期函數 但是它的周期函數的周期 是這個短短的區間 這個短短的區間都是π 所以它是為 周期為π的函數 之前的side跟cos 周期都是2π 所以這個周期是π 然後第二個 它的定域 必須要把所有 漸進線的那個部分的點 產生的點全部扣掉 然後它的值域是整個時數 所以這個整個時數 已經不只是它的對應域了 它確實是可以 對應到整個時數上面去 這是它的值域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個圖形 有漸進線 而且是無限多條 因為這個圖形是一直不斷的畫下去的 所以有無限多條垂直漸進線 或是你把它寫成千錘漸進線都行 然後呢 這些漸進線都長什麼樣子 漸進線通通都長成 2Nπ 再加減2分之π的樣子 它的漸進線就長這樣 所以它連漸進線都能長 所以它是不是一個連續函數 它不是連續函數 它只有在某一些固定的區間上連續 譬如說2分之π跟2分之π跟-2分之π之間 就像這樣 這個之間 或是說2分之π跟2分之3π之間 2分之3π跟2分之5π之間 在某個區間內它是連續的 但是它沒有辦法去看 它在跨越兩個區間當中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中間有地方斷掉了 所以這個圖形它的性質 跟我們之前講的散口在不同 所以同學們特別要注意的就是它漸進線的性質 因為這個漸進線性質 你就往後你在自己試著用我們之前學過的 那個極限的定義去驗證看看 它確實是垂直漸進線 那同學們也要知道它不但是函數 而且它的周期 實際上現在只縮減為π 不再是之前的2π 所以所有的三角函數當中 我們只講這三種函數的情形 剩下的另外三種 如果同學有興趣可以自行再去驗證 去看它的性質有哪些 那不過因為我們常用只有 sine跟cosine還有tangine 所以我們大概這門課就先只介紹到這裡